之前政府有承诺说穷不能穷教育苦不能苦孩子 但这句话恐怕现在要跳票了 因为屏东高树乡元气馆的现在有54名小朋友就快连早餐都没得吃 这个元气馆曾经是以教导弱势孩童品格教育 同时种田自己自足为荣 但是现在因为经费不足加上农作欠收的关系 这54个孩子真的快要没有早餐吃了 全年午休每天提供孩子们下个后照顾和早晚餐的屏东高树乡元气馆 因为常年经费不足加上农地欠收 54名小朋友眼看就要断吹快没早餐吃了 很多小朋友没有吃早餐 一开始有二三十个 现在我们说这几个有吃那几个没吃 一些单亲的还有这些弱势妈妈 它有一条路 所以我们一开始就规划孩子要先种菜 我们种两年多 馆长说来这里的几乎都是弱势的孩子 原本元气馆是一栋蚊子馆 因为收容孩子有了新面貌 但因为有的吃又照顾孩子 小朋友不断被送来都要报班了 但馆长不忍心拒绝 早餐费用光是一个月就要花五万块 我们还是要自己种菜 最主要是风债跟雨债 住地其实负担不会那么重 因为我们还有一些人工 还有一些材料费用 眼看孩子就要没早餐吃 馆长和志工只希望各界 能任养这一群孩子 别让他们连一天的活力来源 都没着落 MING PAO CAN STARK MING PAO C weten